小奶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猫呢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张忠楼 他自己创业的那个猫馆里面的宝贝们 就他提倡是一种 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健康的方式去养猫 而且你是只要你自己愿意 你是真的喜欢这个猫 你就可以把这个猫带回家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因为他现在还在工作 然后我们就先把他的四只小猫 请到了我们的食堂 小美要抱一只 真的可以吗 可以 他的名字叫小美 但是是一个小男神 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桌上去 你看他也很新奇的眼神 在打亮着我们这个环境 他又出来了 他又出来了 要不要把他抱出来 抱出来了 我觉得他跟你有点熟起来了 可能我们都穿了红色 像不像招财猫的感觉 来跟大家招一下财 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如果有新的朋友来杭州的话 你会希望带他们怎么样去体验杭州 几乎是肯定要推荐他去的 因为这是最能代表杭州的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行程的话 比如说河坊街 南宋玉街 这类能代表杭州的地方 然后还会带他去一些能代表新的杭州的地方 比如说滨江那些产业的园区 还有蔚来科技城那边 你自己去过吗这些地方 我去过 为什么 就是我其实挺关注这些的 就比如说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产业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像我们一般可能就休息 或者待在家里 你居然会了解横市的发展 我跟杭州共同成长 这会是来自于你以前的职业吗 因为我知道你学金融行业的 为什么会要转行 那肯定是一开始那个行业 可能做的没有预期那么好 所以决定换一个方式去尝试一下 你会觉得他们 就是那边的工作的人 和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的气质 其实是有很大的识别 其实有一些不一样 特别是思维方式我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 我一开始在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感觉 说话不在一个频道上 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觉 那怎么来调整自己 就是慢慢的去示意 慢慢的找到他们的方向跟频道 只能说这样 但我觉得我的骨子里 还是相对比较偏理性一点 但是很多从事艺术行业的人 会偏感性一点 很热情 对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也是你再慢慢的去 试着进入这个行业 因为跟我们这个行业 有太多太多的反差和不一样了 要去适应它 对 我觉得 其实一开始倒真不是说安静 而是一开始我不太习惯面对镜头 所以说会有点拘着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或者说有话 但是你不敢于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你自己有哪一个角色 会觉得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的吗 其实每个角色对你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只不过他们的可能意义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第一部作品 这是一种意义 或者说你突破最大的 这是一种意义 但是你要说对角色偏爱的话 其实我对每个角色都一样 老演员了 这话一听就是老演员了 不可以这么周详的这个回答 像《小美好》之类的校园剧 你演的都是一些高冷的这种男生 所以说大家会对你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在那 对 你到底在笑什么 就觉得 和你一起上学很开心 当时那个剧我真的很喜欢 就你们那些小桥段 是让我真的觉得可以看到单纯的美好的 当时你自己在拍那个剧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 就是对演员这个行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这份工作虽然在当时来看 每场戏都很难 就很充满挑战 但是确实很有意思 因为你每天的挑战都是不同的 而且是在给看剧的人造梦 对 就会让我们觉得 哇原来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可以去期待的东西 对就是通过你的一些比如说表演也好 或者说一些上节目的一些观点也好 传达一些对的价值观给大家吧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